是那个什么呀 碳水啊 这有女朋友的 我不吃 什么都是女朋友 那哪个是你的 你说 肉是我的 哎 我发现这里面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那个食材 像我们罗拉贴的这个 还有门上那边 还有个很奇怪的单身狗 你又不是单身狗 你有女朋友 怎么都不奇怪的东西 我又要再次说一下 全部都是我女朋友买的 真我都不知道 都赖他 我发现你女朋友很喜欢 这种名字很有趣 什么神奇 什么什么油 所以她是不是因为 觉得你也是很有趣 所以跟你在一起 哎 就是贪图我的美色 I don't feel so good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当时 你当时追那个 他那个 啊 自扯自弹那个微博 然后后面又去 觉得他是个有趣的 后来发现 没想到长得也很帅 也很般配 嗯 哈哈哈 就是像你这样的脸 能说出来的话 行吧 我就当是好话啊 你既然这么有趣 那我就考考你了 对对对 以绿剑 哎 参后 参后 清新 清新 这三个关键词 你来做一个段子 做一个段子 嗯 绿剑 参后 吃绿剑 你整个人会变得特别的清新 你会发现这个段子没有梗 但是 呃 呃 呃 好难啊 哈哈 哈哈 好难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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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跟你分析一下 其实是不是我们再用心 观众也看出是植入 啊 你又不用心 他也会 他也是植入 我们看过那个收视曲线啊 就跟其他的像什么拜托 林虾这种节目比的 就跳快进 不是特别严重 这话就不对了 我们整个节目主要就是为了在植入 你瞧瞧 快进是不可能的 我把绿剑放在我鼻子上 谁敢快进我 我们广告他为啥不快进 因为他们心疼我们 我们广告的时候都是生死绿剑 特别的可怜 我个人觉得我们绿剑不需要生死 绿剑 哎 谁不是从从小吃绿剑 对 对 都吃绿剑长大的 很多产品是你小时候没有的 但绿剑真的我们小时候就是绿剑 你小时候都有了 我真是很感叹 而且他味道也没有变 因为有的东西 小时候你觉得很好吃的东西 你长大再去找不对了 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奇妙的 问一个走心的问题 虽然刚才说你女朋友因为你的颜值 垂涎你的美貌跟你在一起 我们不多聊女朋友 我们聊一个普世话题 就是像蕾旦这种情商巨高 啊 别个话不落地 而且永远说话要占上风的人 跟这一类的人在一起谈恋爱 你家你会不会觉得 你永远吵架都没办法吵赢他 我从来不吵架 看微博上女朋友都在说 你们俩除了打麻将就是在吵架 他骂我 原来我不还嘴 不还嘴 吵架跟骂蕾旦是两回事 吵架没有用 你就除了彼此伤害 就是根本不解决问题 就是忍一忍 所以每次都是你忍 也不是也不是 我女朋友也是一个很大度的人 你不怕这样就是处成哥们了吗 也行啊 处成家人了 就行啊 多一家人不也挺好的吗 没事 这是神奇自然 因为我的感觉就是你去强求是 你是规划不了的 我真是觉得两口能能处成哥们挺好的 难 你这个很很佛系了 但是很好 真的会修成正果 对 忍一忍 祝福你好不好 虽然你说尽量就是不不高调 就别伤害人家 但我觉得你们能修成正果 行 谢谢 感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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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